今天我们带大家来逛一下成都的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里面有着成都最便宜的东西 著名小吃糖油果子 一块钱 五个糖油果子 两毛钱一个 走吧 我们去看看 往往最便宜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很难发现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找一下 哦 应该就是这家了 哇哦 怎么卖在这 可以先乘一块钱那个五个的那个 你们家还有什么 没有红糖锅盔 刚才怕不离开 红糖锅盔是吗 鹿鹿锅盔 鹿肉锅盔 这个卤肉都是每天现卤的卤肉吗 你可以看我嘴上的那东西 哦 这个是你的卤料是吗 诶 很多的都会打满卤 哦 挺好的 我还买多了 这就是肉加馍 其实有点像 我们这儿看那肚子都不好 应该就看那肚子都会浇红 打肉都浇红不然一点 师傅你这个开了几年啊 九一年 然后就藏不来 那以前是干啥的呀 椰子锅盔 这时候是大贴 大贴马来市场没有做到一切 飞着来买人多吗 可以的 还可以啊 这本店是真的特色 放一锅盔 放一锅盔 每天能卖多少钱啊 没卖多少钱 没卖多少钱 快啥把人做完之后还得敲一下桌子 好了 放一下大香蕉生 你们这儿糖油果是基本上都是按带卖的时候 放一锅盔 那你放一锅盔 那就可以按带卖 把一个人来买就直接买一锅盔 几个块钱都有 还买几百块钱呢 阿姨别骗我看呀 我骗你咋子 那咋子买了450个 我们购 好早就去炸四点 三点过四点过去炸 这个要第二个吗 我们从来不骗人 我来来做 买红糖果汤是吧 那我来给你装 我来 几个 嗯 三个 我们现在呢拿到了这个糖油果子 真的是一块钱五个糖油果子 也就是说这个糖油果子是两毛钱一个 这也太便宜了吧 来吃一个尝一下 听得好好吃啊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童年的味道 外面的壳又很酥脆 里面又很软 虽然说它一块钱五个 但价格没有因为它很便宜 所以变得很难吃 还是非常的好吃的 我想提一袋回去 边看剧边吃 应该很爽 我感觉这个糖油果子 我能吃好几大袋 在外面那个芝麻 撒的上面特别的香 这旁边有一个小学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区 小孩或老人 都会跑到这家来吃 真羡慕住在这旁边的人 想吃了就下楼来买就行了 他们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特色 比如说红糖 锅盔啊 其实这个锅盔已经放了很久了 但是它外面还是很酥脆 红糖量也很足 价格也特别便宜 真的是羡慕住在附近的人 好香啊 我要开始吃它这个骨肉锅盔 它这里面满满的肉和满满的榨菜 榨菜好像是老板秘制的榨菜 它这种锅盔可以叫锅盔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肉夹馍多一点 它那种陕西的肉夹馍有点不一样 陕西的肉夹馍它这个馍是比较硬的 但是它这个就比较软 它这个榨菜和卤肉的结合真的很搭配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们都不转是肥肉 但是它这里面的肥肉呢 感觉一点都不腻 肥瘦相间也吃到 它说他们家的糖油果子是他们家的招牌 但我觉得这个肉夹馍真的也不错 还可以并列第一了大爷 强烈推荐骨肉锅盔和糖油果子 那两个真的是好吃 而且他们家的价格呢都非常的便宜 卤肉锅盔就要6块钱 榨菜锅盔就要3块钱 我的天啊它到底赚什么钱呢 抓人气 人气的确有了 你看男女老少都爱吃 不锤 又便宜又好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那么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小伙伴 这个速度三连 然后订阅我们 订阅我们 我们上期带大家去吃更好吃的东西 拜拜